这是女人第一次当着老公的面脱衣服 她熟练地脱了上面脱下面 因为小夫妻俩要参加这项致命的水箱憋气挑战 获胜者可获得百万奖金奖励 但是要交税85% 挑战开始 女人晃动着自己十米长的大长腿 忐忑不安地躺进水箱 女人必须在密闭的水箱里憋气五分钟 如果无法完成 则是为挑战失败 而且水箱连接的水管 会以每秒一吨的速度往水箱注水 男人必须压动抽水装置抽水 为自己的老婆争取更多的憋气时间 她们是否可以协同努力 拿走这天价的奖金呢 水位以溢出女人的面目 憋气挑战正式开始 如果是你来参加这个比赛 你能坚持几秒吗 而且水箱里是零下20度的温水 这样的残酷的条件 无疑是大大增加了挑战的难度 看上去女人的状态 似乎不是很好 男人显得有点着急了 她怕最后拿不到钱 还要损失一个老婆 突然男人不再抽水 为女人争取憋气的时间了 只见女人 还是眼睛眨眨的在鼓励憋气 如果你的男人在危难时刻 这样自私你会怎么办 最终女人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挑战 错失了一百万的美元奖励 我觉得这次挑战失败 都是男人的自私和狂妄同志 女人很是自责 最后不但一百万奖金打了水漂 俩人还要补齐十万美元的报名费